應該要增加它文化市場的意義跟價值 因此它當初這個調整其實是連結這個十分走線 跟原產戰略的位置以及有和與中山本有關聯性 那麼這樣的話這個叫做Historical Science 這個意義雖然不在原子 但是它至少可以看到這三個最有意義的 這個文化市場的那個歷史地理的視野 根據這個狀況就是原子重啟的意見 這有四個意見的原源可以把它奪得起來 基本上有好幾個意見的意見 那麼其中一個意見就是原子主規 明治橋的原子的位置或者是中山橋的原子的位置 那麼當然就是水利單位有提出這個防洪 可能這個水利法的相關的問題 而這樣會再由他們去訴訟 那另外一個鹹水區的方案究竟呢 提到大甲水利公園這個意見 當然大甲水利公園的位置可以滿足這個三下流 但是它也在形成屬於鹹水利公園 那這個事情可以提到 這個有關水利 以及適合於水豐數等等的意見 基本上結論就是出血效應 無法解決淨流分開的問題 那不宜將主在核酸依然 那麼另外居民兩場公園呢 有提出另外兩個方案 第一個就是三角度 這是跨核的方案 第二個是通核接二項 也是跨核的方案 那麼還有這個決議 提到這個方案就是當然 就涉及到剛剛的利益單位 提到清水區跟那個跨核的問題 另外就是三角有的指的方案 也有市民提出來 有些是認為說反對非禮 有的是說教委方便清晰等等 那基本上認為有的贊成 有的提出一些意見來 那麼新生公園案 基本上也有委員跟市民的指導 那麼基本上有贊成的方向 也有一些有意見的方向 來 那這是新生公園案的意見 那麼 好 再來 那麼另外重組位置的那個 相關問題提出 我覺得 前期有二十二處 這是之前的 那麼後來我們有一個理解 這個人居民有三個月就很難 合起來二十五個醫院意見 那麼當然第一就是 遠離歷史意義地點的狀況 譬如說比較在關都啊 或者是大安森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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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從前是看 就不符合這個歷史四年的三個手段 第二個是重組到帕爾的區域 這個 這是我們這上面這三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是明治橋時代的原子 第二個是中山橋時代的原子 第三個是往上游 大概一百公尺的原子 這三個位置都是大的 但是 它都跟現在上面的高公路也好 新生高架橋也好 都有干涸 意思就是說 如果要組這些 就要把上面的交通目前的高架 再給它拆掉 第二個就是 三角度 域名其帥 原子通關接的方案 也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麼當然它 這個紅色的位置就是挑戰 黃色的位置就是它 因為那個核比較快 所以必須要做很長的引導 這個要做一部分引導 那麼當然也涉及到 水利曲的相關法律跟理解 那麼這樣的話 如果要在那個地方跨文的話 必須要超過這個百年洪水線 整個橋底就要升高 就下面要變非常高的狀況 這是橋底的位置 來 那另外就是有其他 種子基地有其他建設 区合在這個美術館附近 因為美術館它有它的擴建計畫 等等 中山技能車站附近 就是這個附近 有其他的美術館擴建的議題 來 那第五個 重篤基地內有考古離職的疑慮 譬如說在兒童威樂中心 心兒這個中心 以及這個附近 所以原山公園附近 這個都有碰到原山考古離職 來 那再生游泳池 這個地方有 或許有建材移植的範圍 那這個藍字的部分是再生游泳池的 大概有三升級的位置 會碰觸到這個範圍 來 那其他的可行的替代方案 就是譬如說有三個位置 那這個就是大家不聽過面的位置 這是再生游泳池的位置 這是新游泳池的位置 來 那麼當然在賢水區的修圍欄就是有提到 在大家很多遠面有一個 有一個基隆河的支流 那麼這個也有平行於這個 這個基隆河的一個方案的模擬 來 來 那這個是 當然會社交建幣綠壓度的 決定版的司法式的問題 來 那第二個方案就是 是不是很模擬它的這個 來 那麼新增公園的話 在這個範圍裡面 基本上就是可以握合 剛剛講的那個三個原則 來 那麼當然它也有一些 航高短置的問題 地下短線移植 以及跟公園處的一些民主員的 增添人的意見 來 要解決 那麼另外就是 模擬這個 這個在新增公園裡面的狀況是來的 那麼這是一個模擬 所以說 地下水域下 你可以做一個制宏式 或者是有水域的理想 那另外 再說 增添人質方案呢 然後呢 過去的虛擬跟 被關押 討論的結果 基本上對於 全朝的重組 這件事情 大致上 他人意見 比較強於全朝的重組 那麼 可是在增添人質 他的那個 搜尋人質地點 沒有辦法全朝的重組 可能可以做局部長的重組 剩下的一些話題 然後說 可以 等於警官 公共警官 然後再用反對 公共警官 造你這個 直方式來處理 好 那大概 這個是 模擬的一個狀況 這是引用那個 前期 前 福安局長 那個 伊比周明當初所做的 就是把快體 充分給一個地下 那剩下的 他做被命的 這個處理 那他只能重組一段 直方來 那 過去在國外 有一些案例 就是說 通常這種橋 在 如果橋 失去了交通公典之外 他在橋面上 有很多 就立尾市集 市民活動 那 那橋的下面 也有非常多的 我們跟國外來分離 那我們也模擬了一個 這種狀況 這個不管重組在哪裡 那麼 他的橋面 跟橋下面 跟橋洞 都是一般 非常 具有這個市民 這個生活場地的這個 分能 那麼 就是這個橋底的位置 其實他有一些 塊體是蠻大 中間有很多橋洞 裡面有很多密密通道 重組回去 他下面 中間結構是有趣味 所以我們模擬狀況 來 那麼 其實說會出現這種狀況 就是國外的這些案例 加上這個水域環境 基本上可以跟周邊主辦 整合成一個新的 城市市民的 游泄生活的機率 那公園一算經費大概 如果是在那個 大祥福公園那邊 大概要6億8千萬 那在新生公園的附近 大概接近4億 當然這個沒有包含那個 再利用的部分 那在 所以在邊緣的方案 大概要4億3千萬 它比較貴的原因是因為 它如果要興建的話 它要把這個原案的派遞 要先找到地方去安對 就是吊車要安對 那麼再重組回來的話 再一次 基本上這個吊車的經費是 我們評估是蠻高的 所以後續有相關的 有可能 今天有他回來的時間 謝謝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因為這個案子 三個 這個目前提出的三個修復在容積方案 有涉及到一些問題 是包括行水區 跟包括地點的管理單位 那就是水利處跟公園處 那他們也有個別 針對他們部份相調 哪一些意見 那又有作業的警報 那這就先請水利處來接說 好 各位大家好 那水利處在這邊針對 共甘救 我們現在 有報告 好 那這邊喔 跟各位 張悅 好 這邊跟嘉悅 好 那這邊喔 跟各位 張悅 這邊跟嘉悅 這邊喔 大概做一個中山救條的一個介紹 對 那這個案子當中 中山救條會拆掉 其實它有幾個主要的原因喔 中山救條我們可以看到是在這邊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第一個原因就是整個 河湖 它本身這個地方的水流的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是大石橋 它才這邊過來的時候 其實它是相當的比直喔 可是快靠近中山橋這邊的時候 它近乎90度 就往南側這邊轉 然後再以135度 就以西北方向去跑 其實這邊部分 對水流來講 它是相當不利的喔 那第二個原因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中山救條這邊喔 它的河湖寬度 只有110公尺左右 那在上游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邊大概說 可以跑到300到400 那往下游 它同樣是放寬的喔 所以 它在這邊突然 整個緊縮的話 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它勢必水位會上升 而且油數會變大 所以我們常常觀測到 這邊的河 整個河道 會被沖到最大的到15公尺左右 那第三個原因當然是最重要 就是本身 中山救條結構上的問題喔 它本身的問題就是 在它有部分的設施 其實是位在我們的 200年的企劃 那它其實儲水是相當嚴重的 所以經過當初的身體評估 所以這邊是把它拆掉的 那這邊跟各位報道一下 整個歷史的一個災害的情況 其實在我們的河川區有關 是在整個台灣喔 大概每一年就有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颱風事件 其實造成的災困都相當的大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90年 那一颱風 那當初對我們的台北影響是蠻大的 那當初被照編的這麼大的原因 其實就是從上流的大空間 因為水流太大 它是一架 所以在整個南乳大橋 包括我們研究部這邊 整個都淹掉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大陸結衣性 是整個被淹掉的 那這個問題喔 其實是比較上流的 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我們的川區裡面 大陸都有很多的後會 就是它沒有側 所以整個空下來之後 造成我們的往下移 造成整體的損害是相當的大 好 那當初這個後會下來 當然造成很多災困 這個當初的業者 也受到一個形式上的處分 好 再一 那這個是98年的莫拉克颱風 這個地方當然 我猜討的時候 我應該很清楚 這部分其實在南部 造成的影響滿大的 那死傷也是很嚴重 那我們可以看到 幾個蕭蕭都被沖好了 再一 好 那這一部分 在我們台北市這邊 是在101年蘇拉颱風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 是在104年蘇敵樂颱風 造成整個淡水額 這一部分的水位高漲 其實我們當初在我們的運變中心 一直接到民眾說 淡水額已經快要預停了 下一步 那這一個是在 新電溪的一個災損狀況 新電溪我們可以看到這整個 其實新電溪蘇敵樂颱風 是一年來水位最高漲的時候 在秀朗橋那邊 其實他已經要達到一級警戒水位 那一級警戒水位的意思就是說 有可能兩個小時會準備疫情 好 下一步 好 那在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整個行水區 因為剛才其實很多方案不可行的原因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剛才我們建築協會已經講得很清楚 那目前他是一個方案就是在這邊 是放在我們的沿山門這邊 是一個平行水的這個 其實他這個位置 也是位在我們的行水區裡面 那中山舊橋從93年那時候拆掉的時候 我們當初的養公署 就是說水利署以前是養公署 其實那時候就已經召開一個會議 那時候也邀請了 包括我們經濟部水利署的 還有前署長前署署長 都來參加這個會 其實以會的人幾乎是一次反對 所以是坐在我們的 不管是在從事或者是整個跨 他們都是反對的 原因就很簡單 第一個 他本身不是一個必要的測試 第二個 他滋水是相當嚴重的 所以後來整體來講 他們這一部分 認為法規上有很大的疑問 所以這一部分是 整個我們就認為是不可行的 好 下一步 那這一部分當然 我們當初是也特定 針對不可行的原因 其實我們在去年十月二十後 我們也幫我們給我們的文化圖 做一個補充的說明 好 那有關 因為這一部分 我們之前也接到我們的指示 是不要我們針對防洪障的問題 要釋法性的問題 我們會特別做一個說明 因為釋法性的問題 防洪安全障的問題 我這邊特別做一個說明 我們可以看到一年來 整個水文基礎是變化 這個水文基礎是滿大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是在九十二年 那時候整體的一個次體計畫 我們可以看到它水文 謝謝 謝謝水文基礎 時間到了 是不是交不到這裏 交到這裏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說公園處 他就公園的新山公園的現況 他大概也做一個解剖 那就簡單講一下 好 來下一列 跟科爾的報告 現在目前新生公園現在目前的狀況 那新生公園現在目前的狀況 那新生公園現在目前面積大概是十六公斤 他是在講六十七年替建 那遠距裏面巧合他有兩千余租 那建物占地的面積大概是一萬四年 那四十年 那四十年以道列 回測的情況太不錯了 因為就是它整個公園有幾次優美 所以說像有一些單位還有一些建物 也想都比較重要 像近期 那中央有一個建物 那現在協調甚至能夠提到五十七年公園裡面 那由這個通照圖可以看得出來 除了相關的一些設施之外 還有特定使用區域外 那公園裡面實際上有很多生長三十年以上的巧木 在公園的兩側 園路兩側都在草原裡面 那個設施長的門畫面 提供給民眾遮蔭休憩的一個場所 那另外我們在公園 是一個非常短置區 所以說限制設施的高度 所以在公園周邊 也少了很多都會的區域間 丟到林立的空間 那這個市場非常開闊 也可以遠調周章文街三星 那下一頁 那可以由這些照片來看得出來 像我們這個是 目前也是南康的一個民眾花園 那這是我們玫瑰園區的照片 那在這個公園主張 事實上有蠻特殊的 它有一個公園管理所的辦公室 因為它白色的建築物 那也被來自我 預稱為一個小改頭 也是一個任何達人的景點 那實際上可以看得出來 事實上它功能現在目前幾次 是蠻不錯的 再下一頁 那這個是由另外一個區域 東征的區域所看得出來 事實上可以可以看 在一些園路上面 臨測 事實上都是蠻茂盛的 一些小木樹木 提供民眾修器 而且事實上很多人的民眾 在找什麼方法 在這張曼 使用的一些區域 再下一頁 這張圖可以看得出來 事實上我們看起來 好像是占地12公園 不過事實上 大部分區域已經有使用用途 而且在這區域 這裡是我們目前的一個 每個園區 那我們今年度還會再來做一個擴建 那也是一致民眾的一個需求 那這裡有一個公園 所以說當初 柯耀單位在堆化的時候 除了在橋底 他們有堆化上去之外 因為要將法和橋放在路面上 所以說他們在橋下 剛剛各位也有看到 揮化底下的那個堆化水 所以是必要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蛋 那因此 讓柯耀單位 剛初在現蛋之後 原本是要放在這個地方 那後來這個地方 事實上也沒有去詳細來評論 這個地方 事實上有蠻多的一些橋木 長得非常高大 而且跟這個整個玫瑰臉 會相衝突 那我又照著這段 另外 如果說要讓這個橋放上去之後 可以讓民眾在上面行走 設計一個上條的公道 那上條公道 好像有差的東西可以拉上去 事實要再拉一個公道 那可是這相關的一些規劃細節 那也沒有看到在這個報告的面 詳細說明會影響別的態度 因此 如果說可能要將橋以拉一個公園 事實上有部分使用後 可需要吸收或拆除量 而且可能會扶持大量的一些橋木 那這部分 事實上在規劃報告裡面 都沒有來看到 而且 在前行間兩次的說明會裡面 可能都是針對 他要放在行水區域上面 所以只教你順利單位 事實上民眾元素是沒有被邀請 而且就有看到這些會議紀錄 事實上出席的一些聽聞 事實上也不會超過20 所以說在這整個 針對緊張的衝擊 以及影響現有的一個使用動物 那可助理關於日常 事實上是不再贊成 將這個橋放在融合裡面 所以說在以上 相關的一些問題 以及造成的衝擊 會已經確認以前 而且放置的地點 放在什麼地方 會影響多大的範圍 會需要移植多少量的一個橋木 這部分我想應該 能夠來審慎來做的評估 那在這邊也曾經文 在今天就要進來決定 跟公安橋的一次公佈裡面 以免解決問題 就還是要又引申另外一個問題 到最後還是沒辦法解決問題 以上傳言 讓我們知道 有間諭法要 有一些列級在這個 有一位是有倫理的 那個日常祇教領長 一位會員 要請各位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年久為了落實 柯市長 改變台灣從台北開始 改變台北從文靠開始的裡面 應該還給中環橋一個光大 因為當年差異的時候 我就曾經抗爭過 我們在現場只是今天沒有帶的照片來 當時的中山橋第一個橋筒前面 對中山橋的第一個橋筒躲在前面 中山橋的第三個橋筒後面 對中山橋的橋筒和橋筒躲在後面 不能把細紙山上邊一兩樓高的海水不良的圓圓 來說是中山橋的引起 我也到過現場看過中山橋的朝東跟朝西 所謂差一公子 就是因為剛才我所論述的 嘲諷三個嘲諷被讀了兩個 那剛才看到一些 嗅到一些大洪水的人的浮片 那個東區那些空間 其實當年都是因為松山那邊的 什麼抽水站的失控 所造成的大水災 捷運變成大水溝 那後來秀的那個煙的大水 那個是在中山橋拆了之後還是煙大水 那中山橋的歷史定位 所以我們不能不重視說 因為我一直堅持的就是 沒有歷史就沒有文化 當年就為了拆這個土地 就因為當初的設計 兩個不應該存在的 橋跟新城高架橋的橋跟 把這個橋拆了 然後傷害的是這個中山橋 那我也要請問水利單位 除了路橋以外 哪一個橋不在水裡 河川地在那個行水區 自從我住設置了 自從原樣子混濃之後 我們基隆河邊的河邊公園 這幾年來的水災 不會再超過50公分 河邊公園的座椅50公分 或低於50公分 請各位委員主持 替中山長主持公道 下一位林亮君辦公室高黃森 有沒有要答言 沒有 下一位黃玉芬辦公室張建偉 先生也要答言 沒有 那接著是陳請登記 第一位是林坑玉小姐 請掌握時間3分鐘 謝謝 幫我放下報告 在第三次說明會的時候 我曾經提出一個疑問 就是說這個橋是否能放在公園裡頭 那當時研究團隊給我答案是 橋不屬於建築物 所以不在這個公園裡面 5%建築物的規範裡頭 但是呢 這麼大的橋體絕對會造成視覺的障礙 跟減少這個綠率的使用 剛剛那個公園處已經講過 公園裡面有多少的建築物了 我就不再重塑 我們要看下一張 我們對照1991年上面的那張膀胱圖 跟現在的膀胱圖 你就可以看到我框出來的大的區塊 這個是2010年花國後所留下來的山洞館場 那下面的這塊呢 現在作為停車場跟溫水游泳池 你可以看到1991年 它還是公園中的綠地 在20年裡面 我們在公園裡面塞了太多的建築物了 所以根據2017年台北市政府的統計資料顯示 台北市民所掌用的每個人的遺地是5.79 然後這是遠低於世界衛生組織所規定的8平方公尺 所以如果再增加建築物的話 我們綠地勢必會減少 好 看下一張 那麼多的建築物其實已經違反了公園開發都市計畫的選擇 例如說第六條 英本市重大災害 緊急災害 英設市表現是40以上都會放在地內的廣場是撲棉或是草坪 第十條 公園律覆率應該打60%以上 事實上新增公園都已經是不合格了 再來呢 新增公園在規劃的時候呢 其實它因為地下水位太高 樹木不能漲漫而太高 而且會於松山的航道之下 然後來下江湖 那所以就把這個公園設計為雕塑跟花繪公園 讓來台灣的觀光客第一眼就看到這個花團結束的花園 對於台北市留下第一個影響 如果我們把橋底放在這裡 下圖我顯示紅色的區塊 這整個花繪園區就會被破壞掉 也破壞當初設定這個花繪園區